静静的读书,岁月不会骗你回复晚安,告诉你一个真相 2014年8月,一、二、三 再说一遍,一、二、三 一个老人看着医生,张着嘴,买力的说着,可还是很难发出清晰声音 一、二、三 三个最简单的数字 他至少需要重复二十遍,才能说清楚 他的声音,至少影响过十几亿人 这个人叫,沙田芳 2014年,沙田芳突发脑血栓 经济诗语,这是他八年前胃癌手术后 又一次生命的大头,在新药部的帮助下 老人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慢慢恢复了语言功能 2017年,辽宁安山一座小学 沙田芳被女儿推进教室 二十多个小学生 男孩女孩都有 整体的坐着 等待她的到来 每周四下午 八十多岁的沙田芳都会来学校 坐着轮椅 用多数的声音讲两个半小时的课 每次讲完她都会大汗淋漓 这个课程完全免费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发现苗子 把评书传下去 很遗憾 直到她生命的总结 也没找到合适的苗子 1935年11月 沙田芳生在取一世家 母亲、父亲、姑姑 都是叔叔一人 1952年 沙田芳17岁 父亲被诬告为美江特务 被判六年徒刑 母亲选择离婚改嫁 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沙田芳成了家里唯一的成年劳力 本来要考东北大学的沙田芳 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说起了评书 1968年沙田芳 以反东一人的罪名 被抓 红卫兵的脚踢掉了她九颗牙 严谨好打 让她的嗓子沙哑 满口的牙掉光 被关了两年后 沙田芳全家被剥夺 蓝山老家的房子 全家撵到了长城郊外的农村 在那里 他们全家差点饿死 最后沙田芳刻作水泡花的手艺 侥幸扑了下来 1978年 沙田芳再次登台 再往后的几十年 她总共录了2000多部评书 共约25000回 如果把她的评书每天放一小时 需要30年才能放完 十多年前 她被检查出胃癌 做了切除手术 她的胃只有普通人的三分之一 两次与死神插肩而过 经历体力都大不如前的上天房 为什么还要每周去讲两个小时的免费评书课 她难道不知道 现在很少有小孩能来得住静默学评书吗 有人问她这个问题 她只回答了一句话 做就比不做强 2018年9月11日 丹老语是长辞 金玉此文 面怀大师 谢谢你陪我走过的三十多年 先生一路走好 PS 还有个重要的事情 越来读书的打卡小城市 推出后 就有14000人加入用嘴读书第一季 如果你也想每天大声的读书 就快加入我们吧 点击下面图片 就可以导卡 完全免费 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越调读书群 我使上咱们拉你进去吗